各位观众大家好 猫妹请问大家 你知道海边不仅仅是放松、游泳度假和享受日光浴的地方吗? 这里同时也是一个能找到新鲜事物的有趣的地方 是的,海边经常有各式各样的东西被海浪打上岸 你是否知道有一种概念叫做沉船的所有权? 意思是,在海边发现的东西就能属于发现者或该人所属的社区 而类似的概念从前在欧洲、亚洲以及非洲多个地区都曾经存在过 但结果就是,住在海边的居民往往故意破坏船只 造成许多问题而被禁止了 这里是各位熟悉的Top10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并不是关于中世纪的沉船所有权的迂回转折 而是一个更有趣的主题 带大家来看看究竟各国在海边都发现了哪些惊人的东西呢? 各位准备好了吗? 那就一起进入主题吧! 浴室的黄色小鸭 如果你在海边捡到了通常只会出现在浴室里的泡澡玩具黄色小鸭 你会作何感想呢? 或许什么也不想,也不在乎 它或许是谁扔掉的,或忘记带回家而已 那么如果摆在眼前的是大量的鸭子玩具,又该怎么办呢? 而且你可以在同一个地方非常频繁地发现它,真的能不作它想吗? 这个故事要从1992年1月10日说起 这一天,从香港开往美国华盛顿州塔科马港的货柜船长桂伦 在太平洋上遭遇了一场猛烈的暴风雨 当时的巨浪使得十几个货柜划入海中 其中一个装满了美国玩具大厂的塑料制泡澡玩具 有黄鸭子、绿青蛙、红河里和蓝乌龟等等 以黄色小鸭为主力,它们开始了漫长的全球漂流之旅 过了一段时间,居住在美国和加拿大西海岸的居民 开始在岸边发现了一些塑胶玩具,并进行了报告 是的,就是那些黄色小鸭与乌龟们 光是1993年8月,在阿拉斯加湾就发现了大约400个泡澡玩具 随着时间的流逝,玩具们几乎乘风破浪地漂流在全世界的海洋中 在澳大利亚、印尼、智利、俄罗斯 甚至于冰岛和法国都发现了它们的踪迹 而这些玩具后来也意外被海洋学界冠上友好漂流物 Friendly Flow Cheese的称号 因为这次的事件受到启发的不仅仅是绘本作者 科学家也是一样的 只要发现这些漂流物并回报地点 它们甚至会支付赏金 这并不是一个可笑或可疑的新闻 因为通过搜集从常柜轮上洒落的玩具的地点坐标 科学家就能推断洋流变化 得到全球洋流网络的面貌等等这些宝贵的资讯 科学家们对于在海岸边捡到化石已经习以为常了 有些幸运的普通人只是在海边散步也能捡到橘石化石 一切似乎都非常容易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如果发现到的是几乎完美的鱼龙化石 那么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幸运的人是专业化石收藏家托尼吉尔 地点发生在英国多塞特郡的查茅斯村 托尼发现了大约1.8亿年前的鱼龙脊柱和头骨 这些化石约有40英尺大 总长竟然超过了12米 在整个侏罗纪和白厄纪的大部分时间里 鱼龙一直是海洋之王 并且一直持续到被生物学上更为进化的蛇颈龙取代 鱼龙经常出现在欧亚大陆的各个地方 特别是在英国 德国 印度 甚至到哈萨克斯坦 但是带有头骨的脊柱还是相当罕见的 二战战斗机 2007年北威尔士的岸边突然出现了一架搁浅的飞机 惊讶的居民立刻联系了当地政府 专家也赶到了现场 经过调查之后 证明是1942年执行任务中坠落在格温尼德海岸的美国空军战斗机 而它并不是被德军击落的 单纯只是在训练任务途中遭遇机械故障而被迫降落 当时的飞行员罗伯特F艾略特中尉十分幸运 可以说是毫发无伤地逃脱出来了 这架战机在海滩的沙子中沉睡了65年之久 就在异常的天气条件的冲击下 这架贵重的二战纪念品又再次呈现在世人的眼前 可惜的是 当时的飞行员罗伯特中尉已经离世 无法在场见证这个瞬间 因为他在奇迹般的脱困的三个月后 在北非图尼斯上空被击落至今下落不明 命运总是变化无常尤其是在战争中更是如此 炮弹 有时候我们可以在海岸上找到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古老的战争遗物 例如19世纪中叶爆发的美国南北战争 又称美国内战 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省略详细地解说 2019年9月上旬 美国东海岸被飓风多利安袭击过后 当地居民亚伦拉丁和他的女友在南卡罗莱纳州的弗里海滩散步时 两人突然发现了又沉重又坚硬的东西 看起来像是金属制的 之后被专家证明是大炮的炮弹 并且在旁边也找到了另外一枚 有趣的是 这个海滩在以前遭遇另一个飓风袭击过后 也发现了相同时代的炮弹 而且数量多达16颗 根据猜测 很有可能是一艘南方联邦军或北方联邦军 在弗里海滩附近失势 造成炮弹损失 飞机机翼碎片 2015年7月29日 琉尼望岛沙滩的清洁工费里尔 发现了一架印有657BB字样的飞机金负翼残骸 发觉有意的费里尔便向当地政府报告了此事 而专家们对此感到相当震惊 因为这可能与马来西亚航空的MH370班机的失踪有关 MH370班机的最后一次飞行及其命运 可说是航空界这十年来最大的谜团之一 2014年3月8日 开往北京的波音777 与当地时间0点42分 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机场起飞 而就在起飞后不到50分钟的1点21分 突然从雷达上消失了 飞机上虽然没有传出任何应答 但它消失后继续在空中飞行了7个小时 并在8点19分 与通信卫星进行了最后一次位置信息等通讯 之后的大规模国际搜索 也没有任何突破性的进展 如果马航MH370班机的路线是从吉隆坡飞往北京 却在印度洋上发现了残骸 这意味着什么呢 世界上优秀的航空专家 也都无法针对这个谜团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而清洁人员费里尔也表示 曾经在流泥望岛海岸上 看到过疑似坠毁机上的旅行箱和飞机座椅 但是她对新闻不感兴趣 也不曾知道MH370班机失踪的事件 由于当地常有垃圾冲上岸 自己当时并未留意 直接和以前一样把物品都当成垃圾烧毁了 另外 据传在印度沿岸 发生过多次与神秘消失的飞机有关的各种物品 被冲上海岸的传言 例如 在莫桑比克海岸曾经找到精益整流罩的碎片 接着不久后 又发现了水平稳定器面板部分 而关于飞机失踪的其中一个说法 就是飞机被劫持并试图前往印度某地 但不排除劫机失败的可能性 绿色和平的装置艺术 在海边发现的东西并不是完全来自于海中 也有一些情况是刻意被摆放在那里的 例如著名的环保组织 绿色和平组织 Greenpeace的环保人士 在菲律宾打造的装置艺术 这件巨大作品呈现了全长约50米的鲸鱼尸体 这并不是一只真正的鲸鱼 而是利用废弃塑料垃圾所制成的 鲸鱼口内涌出大量的宝特瓶和塑胶垃圾 受伤搁浅在海岸上 而红色的塑胶代表着鲸鱼身上正流淌着鲜红的血液 乍看之下的确令人毛骨悚然 但它却代表着真正的艺术 这当然并非环保人士刻意展示自己的艺术才华 而是为了一个更崇高的目的 他们极由作品充分表达了全世界的塑料垃圾问题 正严重破坏着海洋 这是一个全地球所面临的真实情况 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也都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各位观众如果也不愿意地球再受到伤害 愿意正式环保问题 那么就请用可分解性塑料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大家还满意这次的内容吗? 冒昧一问 你在海滩上也曾经发现过不同寻常的物品吗? 是不是能在影片中向大家介绍的东西呢? 如果能和我们分享 先说一声万分感谢 喜欢本频道的观众 请帮我们留言按赞 对我们而言都是动力 一如既往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 又到了暂时说再见的时候了 让我们期待下回影片 拜拜 拜拜